B B B 67 1 1 2 日本文學經典《原世物語》著作中的男主角光華君 有著瀟灑的外貌 風流性格 周旋在眾女子之間 情感糾葛照應現實生活的情境 由資深歌仔戲演員唐美雲詮釋 展現人生積累的演技能量 其實這是個美麗的愛情故事 在愛情的世界裡沒有誰對誰錯 只有每個人的感受不同而已 人生的道路需要靠自己走出來 雖然每一個巧妙的經歷 那可能會令你可能是永生難忘 可是這些走過就是走過了 留下來陪伴的永遠只有自己 所以呢導演在這個戲的開場 還有在戲的結束呢 特別做一個 讓觀眾朋友可能看完戲以後回去 一定會感動在心動畫面 什麼原因我不會說 因為你們來看你們才知道 這齣劇特別邀請金劇小天后 黃玉玲擔任藤夫人角色 映射《原世物語》作者 與她筆下創作的角色光華君 來場跨時空對話 小說的劇情與現實生活 好似相同情感互相回應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光華之君呢 選擇呈現的是原世物語當中 這個光源是步步中年 大概四十多歲的時候 她的人生故事 那這齣劇比較特別的一點是 我們整個戲的結構分為現實跟書中世界 也就是現實當中 我們讓原世物語呢 她的作者呢 叫子世步 是日本平安時代的一個才女作家 那這個原世物語她創作的時間 大概距離現在一千多年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劇中特別安排 就是有一個藤夫人 她的原型就是子世步 這個藤夫人呢 她在創作光華之君這一本小說 藤夫人她有個戀人叫原將軍 所以等於她跟這個原將軍之間的情感糾得 會影響到她的創作 所以呢 她很自然的會把自己投射到 小說當中的某新角色 她也會把原將軍投射到 小說當中的角色 光華之君擁有新舊演員融合的陣容 加上一流燈光布景 呈現時間流轉的人生變化 傳承傳統歌仔戲元素 也開創新觀賞效果 與民眾見面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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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